对,有可能,我们给出了答案 对,我们破解了一个未解之谜 就是这个世界上发生过很多神秘的事情 通古斯大爆炸算是其中一件 这种诡异的景象,伤害的程度,神秘的成雅 使得通古斯大爆炸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未解之谜 而我们中国呢,也有一件不逊于通古斯大爆炸的 甚至更神秘的爆炸事件 它就是在1626年发生的明天启年间的天启大爆炸 大家好,我是老柯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兵的阿部处 旁边是新人导演小夏儿 大家好 我们先回到1626年5月30日 天启6年5月初六 当天今晨晴空万里 前一天呢,是中国传统节日 5月端午 大部分人啊,虽然5月初六了 大部分人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面 街上到处都是人 有来卖货的,有来灌街的 约某早上9点左右的时间 突然间天空传来一声闷雷似的巨响 大家都被这声巨响惊呆了 齐刷刷的看向天空 只见天上一个巨大的火球翻滚 一边翻滚一边还在发出霹雳啪啦的声音 紧接着这个火球在天空中 刷一下就解体了 再次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 随后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就直冲云霄 也就几秒钟的时间 那个云柱冲上天空以后几秒钟的时间 京城天昏地暗 天塌地仙 东自傅城门 北道行不接 长一千两百米到两千米的距离 宽6.5公里的这个范围呢 房屋几乎全部倒塌 什么木材 石头 铁屑 还有人的残肢 鸟的尸体 像雨点一样不断从空中落下来 其中还夹杂着人头 有的没有了眼睛 有的没有了鼻子 那看着是非常恐怖 那它是因为落地的地方 有人类活动才会这样吗 这个是爆炸发生的地方 就在京城里面 京城肯定人很多 对不对 炸了很多人 史料里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这是史料里面记载的 有个叫周济鱼的人 当天上午呢 他到京城这菜市口买东西 走着走着就迎面迎来了六个人 仔细一看 这六个人是他搬家以前的邻居 都是老乡师 所以这七个老朋友见面 就作医嘛 然后互相问候 这个时候爆炸发生了 一声巨响 这六个人呢 一抬头 先是看向巨响那边 再回头看过来 就见周济鱼的脑袋 从脖子上搜一下飞出去 飞出去十多米开外 随后周济鱼的无头的身子 才慢慢的直挺挺的倒在地上 这个还是有差别的攻击啊 也不好理解 这也是不是有差别的攻击 但是那个景象肯定是很恐怖的 如果我是那六个人当中的一个 此时肯定是瘫坐在地了 好吓人啊 这六个人倒没有像我这么瘫坐在地 但是也四散逃跑 跑的过程中啊 空中就不断有残枝断壁落下来 路上也是横七竖八的是死者死山的山啊 这是集市 因为在北京城离皇宫不远 皇宫里也没好到哪去 单天皇帝朱游孝正在前进宫吃早饭 早上九点多钟才吃早饭 你和炒一会儿差不多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早朝不是每天都有的啊 其实 吃的正美呢 突然一声惊天俱响 大殿呢就开始疯狂震动了 还噼里啪啪的往下掉东西 朱游孝虽然是皇帝 但也怕死啊 他吓得半死 扔了饭完起身就跑 那速度之快啊 大内侍卫都没追上 锦衣卫都没追上 皇上你慢点 这皇帝一路高速奔跑 跑到焦太殿 躲在一张桌子底下才算完事 他为什么不躲在自己餐桌下面 我这就不知道了 餐桌是最好的啊 这就不知道了 有可能皇帝坐得高 人家菜都是端给他 对吧 他没有餐桌 当时朱游孝还有个儿子 叫朱子九 这算是皇子了嘛 还不满周岁 因为当天爆炸的惊吓 第二天就夭折了 皇宫里面的大臣 就是整个京城的大臣 也是死的死 山的山 公不善书 董可为 双臂折断 御史完药番 被震出了精神问题 疯疯癫癫的了 御史和庭叔 潘云义 在家里面就活活被震死 两家的老小 直接就被灰烬给掩埋了 掩埋了 对 后来据官方统计 这次爆炸造成了两万多人死亡 一万多间房屋倒塌 你可见爆炸的威力之大 好大 到这儿 大致上就是天气大爆炸的 一个差不多的这种大概的样子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 这次爆炸事件中不同寻常 甚至有点超自然的东西吧 首先我要讲的是这件事情里面最离奇的是 这次大爆炸中的死者 删者 基本上都是赤身裸体的 这件事情有很多明朝的史书都记载了 其中最靠谱的是天气大爆炸的亲历者 太监流若淤血的卓中志 卓中志中说 意思就是说 死的人大多数都是断胳不断腿 而且断胳不断腿都不知道去哪了 不论男女都是一丝不惯 即使是没死的人 衣服 鞋帽都不一而非了 什么样的爆炸 专门脱一人衣服 还有更奇怪的 当时其实京城嘛 副甲自然是很多的 大街上就有很多一些有钱人做轿子嘛 对吧 结果爆炸发生之后 有人就想救轿子里面的人 特别是教夫想救轿子里面 掀开轿子一看 人没事 但是轿子里面的人也是赤身裸体的 衣服没了 就是轿子也没事 人也没事 就单单衣服没了 鞋外衣服都没了 对 你起吧 也没有碎 不好说有没有碎 没有他们碎条条 就没有记录说是看到有碎条条 但是反正人是裸的的 然后轿子外面也是好的 对 这个刚才说的是衣服消失的情况 还有一些是人都直接消失了 人直接消失了 史书上是有记载的 就是当时宣服的杨总兵 就杨总兵们刚刚走马上任 当天就带着他七个手下 到别的官员家去拜访 拜码头自己刚刚上任 还没等到地方呢 爆炸就发生了 结果这一行欺人啊 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他会不会在爆炸的中心 没在 马也不在 马 他这位杨总兵带着那匹军马呢 也消失了 就没了 刚才我不是提到 有些富人做轿子吗 对吧 出现了轿子在 人在衣服没了的情况 还有一种就是 还有一种更惨的情况 就是当时有八辆轿子 数字都有八辆轿子 爆炸发生后 轿子在 衣服在 人没了 这是随机攻击 对啊 就是轿子好好的 但是轿子里面的人 就消失了 轿子呢 完整的摆在路上 离奇吧 这件事情还有很多离奇的地方 比如说啊 有人看到那些消失的衣服 全都出现在了一个 昌平的一座山上 树枝上挂着 但是这个不确定啊 就是这个不确定是 是不是真的 是史料还是有人传 但是有人这么说 还有一个五千斤的巨型狮子 就是2.5吨重的狮子 狮狮子 被炸飞出去了一公里之远 那这场离奇的爆炸是怎么发生的 为啥会有这么多离奇的现象 和通古斯大爆炸不同啊 天启大爆炸是有很多目击者的 而且文字记载也非常丰富 这是好事 其实也是坏事 因为文字记载之外 也混入了很多编撰 夸大 道听途说 抓人眼球 骗人流量的这么多东西 反而给现代的科学工作者和历史学家 破解天启大爆炸带来了很多麻烦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说几种可能性 看看哪一种最有可能 好 第一种可能啊 陨石撞击 不可能 为啥 陨石不拿人衣服呀 是这样的 确实 陨石撞击就是 陨石冲入大气层的时候呢 前方的空气会因为受到压缩和摩擦 导致温度上升 达到几千度甚至上万度 那高温时陨石表面的物质融化和气化 并且跟大气分子撞击时发生 发光发热的结架 形成火花 那火花和火球爆裂的声音啊 人们听起来就像霹雷神和雷鸣神 就是所以在史料中我们刚才谈到天空中出现了火球 伴随着爆炸这种情况是吻合的 而陨石撞击地面形成爆炸地震 原来也跟最开始的地震啊爆炸这种情况是吻合的 但是就像你说的 衣服 陨石 对 衣服怎么消失了呢 人也消失 衣服在人消失了 轿子也在 对 这一些奇怪的情形就解释不了了 所以呢 也就随着这种情况啊 就诞生了第二种说法 龙卷风说 龙卷风说 他们是这样说的啊 就是第一 龙卷风是有突发性的 它突然爆发瞬间也会伴随着地震啊 轰鸣啊这种东西 虽然地震不会这么大了其实 巨大的风团的顶天立地 就跟目击者看到那个魔鬼影很相似啊 风特别大 就卷起了周围的房屋的瓦砾和地上的岩石 就把人给打死了 因为风特别大 所以死者山者的衣服就被卷走了 这就解释那些衣服怎么没了嘛 对不对 那现场的目击好像没有提到一说有风啊 对就是没有提到说去看到龙卷风了 但是他也能解释就是人消失的情况 被龙卷风卷走了嘛这些那人了马了都被龙卷走了嘛 至于说卷到哪儿去了呢就另外一回事了 嗯 但是还有火球和爆炸成 对龙卷风就解释不了火球爆炸成 而且另一件事情就是 哪个龙卷风专门卷人头卷人手卷人脚 卷人衣服 要卷就一起卷走了嘛对不对 怎么会把人给卷成支离破碎的呢 就出现了最后一种说法 也是现在人支持最多的一种说法 这就是由火药焚烧造成的爆炸 导致了这次天气的爆炸 为啥呢 就是历史上这件事情是有根据的 就是说啊 爆炸发生之后 朝廷马上就派人调查这个事了 你想皇帝都被惊动了 惊动到桌子底下去了 能不调查了对吧 所以呢 人这些调查者就详细的去调查 经过排查以后就发现 位于北京西南的王工厂火药库附近 有两个十几丈母大坑 刚好这个地方也大概就是爆炸的核心了 有人就说啊 这么大的坑 这么深的坑 如果不是爆炸 肯定就形成不了 有人确认 爆炸中心就是北京城武 王工厂火药库 这次爆炸就是由王工厂库存火药爆炸形成的 而那些奇怪的现象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卷人衣服衣服没的现象怎么形成的 那是由于王工厂火药爆炸的时候 在一定范围内在极短的瞬间产生了高真空负压环境 处于这种条件下 人体和衣服之间的空气就会立刻迅速猛烈的膨胀 这种膨胀最后就撑爆了衣服 所以这些死者删者才会进阶裸体 但是很快就有人发现了这种说法最大的漏洞 这次爆炸核心范围半径达到750米面积达到2.25平方公里 这只是核心影响范围不是全部影响范围 据估计要达到这样的威力需要1万吨至2万吨TNT才能达到这样的爆炸威力 之前的火药有这么大威力 明朝那会还没有TNT呢 王公产所存放的火药可不是TNT 是黑火药 5吨黑火药差不多才等于3吨TNT 那5吨还是我们现代的加工工艺才能达到 明朝那会可能6吨7吨8吨才能等于现在3吨TNT 但是我们就按5吨算 2万吨TNT就要相当于3.3万吨黑火药 根据历史记载 最多的时候王公产不过才存有1000吨左右的黑火药而已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啊 你想在京城皇帝脚下你存放几万吨黑火药 你想干啥 对你想干啥 你就好像今天我在不用说在京城里面 我们随便在一个城市里面存个几万吨TNT 分分钟就被抓了吧 这个肯定很不合情理啊 存这么多黑火药 我肯定找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儿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存到京城里人口稠密地区呢 所以说黑火药爆炸形成这么大爆炸威力也不靠谱 也就是说王公产火药库极有可能是爆炸受害者 而不是始作俑者 也就说是别的地儿发生爆炸了 点燃了这个火药库发生了爆炸 它呢只是个受害者 那最亏祸首是谁 目前没有定论 所以那些所有的奇怪简像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那我觉得这个大爆炸比通古斯大爆炸更有意思 那是啊 因为它爆炸的地方人口稠密嘛 而且史料记载详细 对 有更多的历史记录 然后有更多的证言证词 对 然后就可以根据这些东西进行一个推理 然后 对 你推理一下你觉得是什么爆炸 穿越者带着他的飞船 在时间旅行当中 他的飞船是带有某一档 以后的激光武器炸弹 然后突然发现发生了时空扭 在天启年间就进入到了北京城上空 然后发生了 因为他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线去工作 所以发生了爆炸 点燃了那个黑头要空 真的吗 点不下去了 好 我来编 我就本着没有什么穿越者 这些都是自然情况发生的 我能完整的 我要努力的编一个 就是可以解释所有不寻常现象的 不管这个现象是杜撰的还是真实的 所有不寻常现象的这种 这么一种可能性 好 就是在天启六年五月六日这一天 一颗陨石 丹链正好的陨石 撞击了京城王工厂附近 撞击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这很正常对吧 摧毁了周围的建筑 气化了附近 比较近的一些人 哎 周围机肯定有地震 对不对 而且呢还造成了王工厂的火药爆炸 周围机呢就形成了这种冲击波 又由于王工厂火药库爆炸 也形成了冲击波 再加上当年啊 根据 呃 这个史料记载 天启六年的时候 那一年的夏天是特别干燥 特别热的 所以干燥的天启 加上这些特殊的气候条件 加上两个冲击波 撞击就形成了龙卷风 或者高真空负压环境 卷走了受害者的衣服 啊 如果受害者的衣服真的是消失了 那就是高中空负压环境 如果产品那个山上发现的衣服是真的啊 那就是发现了龙卷风 就是在这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就形成了这次这么多遗弃的现象 再加上我们这种人来填油加醋一下 最终就形成了这次天启大爆炸 你看我这种解释是不是 所有的奇怪现象完美的解释了 这就连闭环了 对啊 所以这才是实情的真相 有可能 我们给出了答案 对我们破解了一个未解之谜 只不过我们那个高真空负压环境怎么形成的 我们就把它磨掉了 对啊 至于说龙卷风怎么形成的也是蘑菇的 反正是单年的天气造成的 反正就是一种极端百万极小概率事件 但是它形成了 无数个巧合 对 刚好就发生了 就形成了这些神奇的现象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